特別注意喔 先確定那個框框有選到 我的習慣是會看這邊一下 他的data loss footer 結束有OK的話 Ctrl C一下 那我要怎麼貼到其他的呢 看到頁尾 選一下頁尾 Ctrl V 貼上 頁尾 Ctrl V 貼上 這樣每一頁都一樣 有沒有 這樣 就很快就可以了 把每一頁呢 都做成一模一樣的 OK那這樣的話其實 我們第一步就完成 那第二步就是中間的地方 頁尾要記得 寧可慢一點 反正就做出來了 以後每一頁出來的 比如說我這邊的話切到其他頁面 比如說地圖這一頁 他下面也會是一樣 只是說這個地方內容 請各位怎麼樣呢 再補上 地圖就好了 那怎麼補上地圖呢 也是一樣 就是上個禮拜教的 先插入一個DIV 有沒有 名稱 給他一個 叫Map 叫什麼 MapDIV之類的 然後 再給他經緯度 OK 讓他可以先跳到那頁面去就OK了 好 那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這個是 就是靜態的一個App 地圖App的做法 我想這樣子 其實如果說你經典不多啊 或者是你可能到某一個 那 這個 某一個經典 比如說你到什麼 像 像五穀這邊好像比較沒什麼 五穀 五穀有什麼 五穀叫工業區嗎 還有 五穀比較有名的是什麼 水追公園 如果有水追公園 比如五穀好了 你可以 這個五穀的 水追公園 你可以 也可以 秀出那個的話 那當然這地方就是 後續的部分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那景點不多你會發現 馬上就可以產生一個 就是 當地景點的 一個 App出來